最近的量子科学家对这个很有兴趣 就是聂力 你看美国的修兰波斯用聂力治病 都是重病 医院放弃这支治疗 癌症的默契 他能把他治好 他夜深治好的案例有几千人了 不是少数 加州有一个 这个精神病院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叫疯人院 在这个精神病 这一个院里头 好像有三十多个非常严重的病患 这病患大人了 医生也大 护士也大 虽然医生护士不敢接近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 把这三十多个人全治好了 现在这个医院关门了 用什么方法呢 医念 我就问他 你治病的理论根据什么 他告诉我清净性 帮人治病 帮人治病 必须要把自己心里面 一切不善的念头 要把它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不善念头 善的念头 也要放下 善不善念头 通通都没有 心清净了 用清净性 才能帮人治病 这个理论合理 讲得通 方法呢 这方法很简单 他需要病人的 四种事情 第一个 性命 第二个 年龄 出生年月日 第三个 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第四个 就病例 医院检查的病例 他只要这个治疗 那么他拿到手了 病人不需要接触 距离几千里 都没关系 你说 在美国身边 他在香港 就可以跟你治 那么治疗的程序呢 观想 把病人跟自己 观想成一个身体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现在我知道 我哪些地方 有毛病了 这个细胞带着 癌的 毒素 观想 每一天 用半个小时 三十分钟 要非常安静 没有人打脚 观想 只念四句口确 像我们念周一样 他这个四句 第一个 是对不起 第二个 请原谅 最后一句是 我爱你 对不起 原谅我 谢谢你 我爱你 就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 我一并重复念 念半个小时 要一个月 健康恢复 病就没有了 他没有了 得病的那个人呢 也恢复健康 再检查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 神经病院的 三十多个人的话 他用了三件事情 他一个月只能 只一个人 要几种念头 把意念几种 你看 一个人 三十点 就只好 他治疗的人 不懂 分一场 分一场管用 这个方法做成功 我看到的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这个东西要搞成功了 都被大众接受了 医院要关门了 我说大概最反对的 就学医的人 你把他们的饭碗打破了 真有效 这个东西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管用我 你没有医生 没有医药 你怎么办 完全不要靠医疗 不要靠医药 也不要打针 就是念头 清净心里头 强烈的 这个念头 头一个 请原谅 我对不起细胞 我不小心 让你染成病毒 请原谅我 对不起你 请原谅我 这个就是 忏悔法门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要跟我合作 我爱你 用爱心去治疗